这是台湾民众党希望在财政纪律的情况下 能够落实地方自治 这是第一点 所以柯主席的交代就是 既然大家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要一直说 从今天就开始说 我们不会让大家拿不到租金补贴 拿不到玉和津贴 让大家能够修他成就破碎的校舍 这是台湾民众党的精神 第二个部分 营业税的部分我们刚刚讲 它是进统筹款 它不是直接分配给那个城市 而是要有一个分配委员会 来把这个统筹款 定出一个分配的指标跟标准 所以也不用再说 强者很强弱者很弱 因为就是现在就是类似 大家会觉得强者很强弱者很弱 所以要有分配委员会